大家申请合掌 南谋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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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南朝一 我今天见闻得受迟 愿解如来真实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21页 第一行 讲到这个 佛罗门女 因为她母亲 那么 往生 那么她就 那么对她的母亲非常的思念 那到一个塔里面 看见 这个绝华定 这个 自在网如来 这个像 佛像 然后 然后她就 跟这个绝华定自在网如来 顶礼 要问她母亲 到底是生到哪里去 好 那这个 听到 这个佛现在空中 那么跟她讲 因为 因为看见你 对你的母亲这么孝顺 这么思念你的母亲 超过于一般的人 所以 我特别 有感于你的孝顺 我特别来 那 这个 这个佛罗门女 那么 听到这个声音 因为 她只听到这个声音了 然后 举声 自扑 我们讲到这里 佛罗门女 文此生 举声 自扑 知节 皆 随 就是 其实 她就是在说明 非常的感动 那么 整个人 就 扑倒在地 就要顶礼了 扑倒在地 那 这个 左右 胡适 扑倒在地 然后都受伤 手脚都受伤 这样 知节 知节就是手脚 因为她扑倒在地 左右 胡适 那么其实就有人 帮她 帮她这个 扶起来 那 这个 因为 可能就是这个庙里面 还有其他的人 那就把她扶起来 那 所以 也有可能是她自己带去的 因为她是佛罗门女 就是还蛮有钱的 而且 就比较尊贵 那 她说 很久才醒过了 表示她的一个虔诚跟感动 那么就对着空中说 愿佛 慈敏 希望佛 慈悲加倍 那么 诉说我母身见 就 请佛赶快 为我说 我母亲到底生到哪里去 我今身心将死不久 那 我现在 那 觉得我已经 快要没命了 那 因为她 很悲伤 刚才又扑倒在地 这个时候 绝华定 自在 王如来 那么就跟这个 婆罗门女 说 浓共养 必 因为她去到这个塔市里面 实验里面 看见这个佛像 那么她去 她把她的家卖了 然后 供养这个 香花 还有其他的 供具 就前面讲的 那其他的供具 可能就是灯 油 然后 或是有一些 大圣的话 那么 金眼财宝都可以供养 就基本上 比较多一点 那么 如果是 佛在的时候 那佛像跟佛在的时候 不一样 那么佛在的时候 基本上只接受 世事供养 那 还有就是 世验的供养 也有 就是说 她建一个世 然后供养给佛 也有的 那么 像毕舍区 就把 她的这些 财宝 因为佛不接受 珍珠玛瑙 这些 金银财宝的供养 那她就把这些财宝 换成钱 然后盖一间 世验 然后供养给佛 那也有 那 这个是 但是基本上 就是世事供养而已 通常只有三种 那因为药不是 随时 有生病的时候才有 那佛接受 药的供养 在 经历里面 比较少 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 就是生病 接受药的供养 比较少 比较没有看过 但是应该也有 那就比较少 那多数都是 饮食而已 那衣服的话也很少 因为一件就穿很久 那像大爱道 支了一件金铝袈裟 那佛也不可能穿那一件 佛也不会穿说 穿金 金丝结的袈裟 也不会 那大概供养是这样 那大圣的话 供养就非常多 法华金的 那像花的话 基本上 也一般都是散花 但是 那佛像里面 基本上现在都有香 花 灯 然后 有时候甚至石供养 非常的多 钱 玛瑙 就非常的多 就不太一样 那他说你供养完了之后 那前面就是香花 其出供去 那么 半早 反正 就 你 因为他来试验供养 然后说你供养完了后 你赶快回去 专作思维 无知名号 那回去 那么 坐下来 好好的 念 意念 通常 通常都是思维 念 通常都是念 念就是 内心专注的思维 那后来 慢慢慢慢变成口念 你说像 净土法 念阿弥陀佛 念佯师佛 其实都是意念 那么 这个意念的话 通常是念佛的功德 那 那 有些是 以名号来收射功德 其实是这样 后来就意念佛的名号 见见见 像关儒这样受精 你这个意念 意念不起来 你用讲的 至少把它讲出来 像下评下生的时候 要念都没办法念 所以只能口念 念实声 后来 后来就因为这样 有所谓的实念法 那其实 念重在意念 因为 意念最重要是 心为主导 你的心怎么想 决定你这个 身口 意念 是善 是恶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没有 心为主导的话 这个念的意念 基本上 它的力量就不大 那念的话 最主要 最主要 那当然是念佛的功德 那佛的功德 由佛的名号 来收射 因为这尊佛 这尊佛的名号 就代表 这尊佛的功德 那 在经典里面 基本上 一个国土 基本上都只有一尊佛而已 基本上 一个国土 都只有一尊佛 不会同时 有两尊佛出现 所以不管你念什么佛 都代表佛的功德 那佛是万德 万德庄美 所以他具足很多很多的功德 后来慢慢慢慢 就有很多不同的名号 把不同的功德 都用一个名号表现出来 所以开始就有 三十五佛 五十三佛 八十八佛 三千佛 万佛 那其实是在说明 佛的功德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里 说你回去 意念 念 你看 思维 其实就是念 意念 独知名号 那名号是搜射功德 名号是搜射功德 那像佛要入灭的时候 那么跟这个阿难说 那要念四个地方 念佛的这一生 念佛 生死 功德如是 念佛 那个成道时 神力如是 念佛 转法人 度人如是 念佛 涅槃使 以法如是 稍微讲一下 这个是佛 告诉 阿难说 那你们以后 如果想起佛的时候 那你就念 佛的一生 佛一生 就是代表 他从出生 到他入涅槃 那么他带给众生 什么利益 他是依什么而修行 这个其实蛮重 这是念佛的根本 后来慢慢慢慢 就变成 用佛的一生 来说明佛的功德 这个是佛 要入涅槃的时候 跟阿难成的 然后后来就变成 那么在四个地方 朝圣 然后来变成八大圣地 就变成念佛 生死 功德如是 念佛 这个佛当然就是释迦佛 那每一个时代 都有一尊佛而已 念佛 念佛成道士 神力如是 讲到念佛 念佛成道士 我把这里 我拿起来 不 我不 他 渡人如是 念佛涅槃食 或是灭渡食 以法如是 那这个其实是念佛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佛的名字 名字 他是 他是说说这个功德 名以招德 偶遇到是说的名以招德 其实就是在讲佛的功德 那么就是收射佛的功德 那像这个绝华定自在往如来 也是一样 每一尊佛都是万德专业 每一尊佛都是万德专业 但是虽然每一尊佛都万德专业 但是他的愿力 跟他度众生的方式 跟他度众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范围 那有一些不太一样 每一尊佛都功德圆满 都功德圆满 都具大慈悲大慈慰 没有哪一尊佛 超越哪一尊佛 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每一尊佛都是最上 如果还有一尊佛 超越另外一尊佛 那这尊佛就不能叫无上 因为他上面还有其他的佛 所以每一尊佛都是无上 都是圆满 没有少一点 那但是 就针对度众生来讲 他有不同的 还有对他因地 每一尊佛的因地不太一样 那每一尊佛的特长也不太一样 但到圆满的时候都一样 像释迦佛 释迦佛因为在五卓二师 跟其他的佛比较不一样 其他的佛 基本上都是两万岁以上的人间 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善业 你看你要修多少功德 具有多少慈心 那个烦恼都比较低 才有办法人寿两万岁 你看我们现在只要120岁 我们说这个人就是什么 人者寿 有没有 儒家讲人者寿 说这个一定是很慈悲 很慈悲的人 那么才会这么高寿 有没有 人者寿 祝人家生日的忍者寿 就是你的寿命 跟你的慈心有关系 跟你的身口意的慈心有关系 你这个人没有杀生业 你就可以很高寿 当然有一些 他在这个世间 难免要跟世间一样 你看我们如果有120岁 我们就说这个人是忍者 就是一个很慈心的人 才有办法这么高寿 佛地址里面最高寿的 160岁 那个叫做什么 佛居罗 非常高寿 我不死 一生不会有什么灾案 不会有生过什么病 那个很厉害 160岁 那你看 你看 这个 弥勒佛再来的时候 人寿几岁 八万四千岁 最高最高 最高最高 再高一点就不是人 就是天 天有时候超过 超过几万岁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看 所有的佛里面 最低最低的 佳瑟佛 人寿两万岁 佳瑟佛人寿两万岁 人寿两万岁 其他没有啦 其他就是释迦佛 人寿一百岁 但还不到一百八十岁 但是那个时候 人寿是一百岁 所以叫做五着二十 众生 世间叫做五着二十 五着二十 众生叫做 刚强南调南辅 基本上是这样 那释迦佛很难得 那么在刚强南调南辅 五着二十 世间称佛 就好像你一个 很有名的医生 到那个 没有医药 没有卫生设备 没有什么疾病 又多的地方行医 那个这是很难得的 那非洲的死怀者 去非洲行医的死怀者 就是这样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释迦佛的特点就是 你要在这个五着二十 他要视线 他成佛修行 你要视线这个世间的人 他必须要学习这种特点 就是要具有这样的特点 释迦佛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精进 第二个就是忍辱 因为五着二十 你不忍辱 你不能休息 我告诉你 真的 没有那么顺 到天上就比较顺 那就比较不会有那种 刚强难条 但是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五着二十 所以精进起来 超越其他的国土 那么智慧也比较低 这个在大制度论 跟其他的经典里面 都这么说 因为他很苦 他还能够在苦中忍耐 那如果你天然很享受 他就没办法 那么他已经养成这种能力 然后他能够在苦中 勇往直前 所以他必须要具有忍辱 忍苦 难忍忍忍的特性 还有怎么样 要精进的特性 那这样很容易养成 不退转 所以这个其实是 也有他的特点 那这个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 他念佛 每一句佛 他的因地不太一样 像阿处佛 他的因地就是 童真修患恨 所有的佛都有 不是所有的佛 大多数的佛都有结婚 然后生孩子 基本上都会有 像释迦佛也有 其他的佛也有 那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像释迦佛 他耶稣陀罗 孩子叫罗赫罗 那其他的佛也有 像阿处佛就没有 阿处佛他是发愿 优地就发愿 童真修犯 那这个跟其他的佛不一样 那释迦佛跟其他的佛不一样是 他就是在五卓二世 他精进忍辱 然后像弥勒佛 未来的弥勒佛 现在弥勒菩萨 跟其他的佛不一样就是 他出发心就不吃肉 就慈心 他的慈心所以他叫慈士 他叫慈士 人与人快乐 他绝对不伤害任何人 那么甚至是间接的也没有 他出发心就这样 好 那你们念佛的话 那有的佛就 很有其他的代表 比如说他对自烦恼 特别厉害 像现在的佛地址 那个佛地址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舍利佛 比如说慈建人 那在家出家都有很多特点 比如说佛罗纳 有什么什么 佛罗纳说法第一 加流陀语 杜仲第一 加瞻言 论意第一 舍利佛 智慧第一 慈建人 神通第一 但是他的特点 有一点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是释迦佛的例子 我们跟释迦佛选 因为我们跟释迦佛 是在同样的五卓二世 气是这样子 那所以念佛的功德 那念佛的功德 通常念佛是念佛的功德 念佛最主要是念佛的功德 那么功德有非常的多 后来有一尊一尊的佛 其实就代表一个一个的功德 比如说以前我常常念八十八 几乎一天拜一次两次 常常拜 那么后来我就发现 以前拜八十八佛是这样 拜一尊佛我们就觉得得到一尊佛的价值 其实不是的 后来我就发现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不是这样的 你拜一尊佛就是跟一尊佛学习 比如说斗战圣佛 后来有人把苏鲁空叫斗战圣佛 其实不是 斗战圣佛就是 因为佛的名号 不外乎 第一个就是 比如说他的功德 像须弥山 须弥山 功德如须弥山 或是他有一种表法 另外一种就是 他的戒定慧 解脱解脱之间 或是他的布施直接忍入 非常的殊胜 另外一种就是 他对自烦恼特别的厉害 没有无够佛 无忧佛 斗战圣佛 他对自烦恼 那基本上不外乎 诸佛莫咒 众善奉情 这些奇异 然后他对他的功德的一种 一种殊胜的赞叹而已 所以你拜一尊佛 以前我也拜过所谓的三千佛 那每一尊佛 我们就发现到他 其实他的名号 都隐藏这尊佛的特点 那其实 所有的佛集合起来 就是一尊佛的圆满 名号 因为一尊佛 有很多的名号 比如说 一般来讲 我们来赞叹这尊佛 他通常有十个名号 佛之外有十个名号 如来 应共 正片之 明行 主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异章 无天人 师佛 世尊 佛不算的话 就十个 那其实也不止十个 还很多 还很多 但是因为记不起来 基本上都记十个 佛之外有十个 那这些都是在 说设佛的功德的 那现在用他的名号 来表他的功德 那释迦佛要入涅槃之前 跟阿难说 如果你念佛的时候 应该念什么 那他是念佛生死 出生的时候 他带给这个世间什么利益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又要带给这个世间的众生 什么利益 那我们从这个世间体会到什么 那释迦佛生在王子 富贵的家庭 他从这个世间体会到什么 释迦佛第一个体会 他为什么会出家 他要先出家嘛 然后才休息嘛 然后才成佛嘛 不是这样吗 可是他是王子啊 他小时候过着生活 前景 前途世景啊 他为什么要出家 他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什么 是体会到苦 生老病死 所谓世帝 第一个叫苦帝 你就是要知道 释迦佛出生在这个 你念佛 你就是 念佛就是向佛学习 佛就是觉者 他第一个觉悟到什么 世间无常 是不是 苦空无我 所以八大人觉 第一个就讲这个啊 是不是 第一个觉悟 世间无常 那么你要了解到 这个世间 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变化 那么身体 身体也是 无常不断变化 他一定会经历 叫做什么 老病死苦 他还没经历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 出四个成本嘛 看见老病死 难道什么 难道修行的沙门 要解脱的沙门 所以他深有体会 好 那你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看见的 难道老病死会少吗 不少啊 那你有体会什么 你看到左右邻居 这个苦 那个苦 有钱的苦 没钱的苦 有病的苦 没病的苦 有知理的苦 没有知理的苦 你又体会到什么 你一年一年的过去 一年一年的年纪增大 你又体会到什么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向佛学习的 第一个学习的是学习什么 绝照 绝照这个世间的无常 绝照生命的无常 然后绝照无常 之后要怎么样 有些人知道 生命无常 结果他就是什么 及时行乐 因为无常 所以要赶快享乐 有没有 做短苦夜场 何不丙足有 以前的人是这样的 既然 既然做短夜场 时间快那么快 晚上也来游玩 丙足夜游玩 那这种一般人的 因为失恋无常 也可以知道 世间无常 逝者如斯 不舍作愿 像水一样 一下子流就要流掉 生命就像水一样 不断的流失 好 那多数的人 都是会及时行乐 但是释迦佛是怎么样 即时什么 行道 你看 差别就不一样 世间的人 因为青春 很短 那所以要振着青春 好好的玩 那因为时间不长 那么有力有气的时候 不多 所以要振着有力气的时候 青春的时候 要怎么样 赶紧 用这个力气来修到 而不是用这个力气来怎么样 来消耗生命 而是用这个力气 振有力的时候 来让我们的生命提升 而不是消耗这个生命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好 那我们看释迦佛出生的时候 带给世间什么影响 他又对世间 觉悟到了神 那是念佛生死 功德如是 功德就是作用 他从这个世间增长了什么 他又带给 他又让这个世间的众生 因为他的出现 而增长了什么 那想想我们 我们是要向佛学习的人 首先要学习佛的觉悟 觉悟这个世界 然后学习佛 让这个世间的众生 觉悟 这个叫做什么 自觉 觉他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个是念佛的功德 归于佛 念佛要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念佛 最主要的意义 所以你要知道 释迦佛 其实阿弥陀佛 这个觉悟定 最在亡佛 所有的佛都一样 他都具有这样的功德 那么你要念佛出生 就是出现在这个世间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到底带给这个世间 什么样的 好的提升的作用 那我们说过吧 我们学习佛法 无关于就是 对生命的提升 那么对于我们的生命 以及永无止境的生命 当然当你解脱的时候 这个轮回就有止境 那么还没解脱的时候 它就不断的循环 那么对于每一次 生命中的生活 那都可以提升 让你的生活自在 让你的生命更有价值 让你的生活更有品质 那个这个是佛法的 最主要目的 你每一次的生命 你每一次的生命 都在超越 你每一天的生活 都在超越 超越什么 超越烦恼 超越生死 超越你自己 你每一次每一次 你都在提升 所以佛法是向上 向上向解脱 从超越烦恼 到超越生死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在超度 气是这样子的 念佛生死 功德如是 佛出生 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影响 它怎么影响这个世界 那你要了解 念佛又念这个 那念佛成道时 他出生 出生 佛 佛是因为成道才叫做佛 不是因为 他叫做乔达摩 他就是佛 不是的 他如果没有修行 没有成佛 那么他出生 我们哪里会记得 像玉佛天 那谁会去纪念他 像我们出生 谁会纪念我们 只有我们的父母 你的兄 你的子女 那么谁会纪念你 为什么一个人 有那么多 跨时代 跨种族 的人 那么纪念他 因为他值得纪念 因为你从他那里 得到什么 得到功德 得到殊胜 得到作用 所以你就会怀念他 那当你 你对这个人 有作用的时候 这个人 他就会怀念你 那你对很多人 都产生 提升 很好的作用的时候 你改善了他的生命 你改善了他的生活 那么他当然 就会怀念你 而且这种改善 是生生世世都有利益的 念佛成道 神力如是 他修行 他到底是怎么修行的 他是聚足哪一些功德 才能成佛 这个我们要知道 勤修界定位 洗面贪生痴 从大圣来讲 要聚足六度四色 那么所以 那我们说最重要的 就是忍路跟精进 但是 所有成道里面 最主要的核心是什么 智慧 波仁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你要了解这些东西 那么在波仁的引导下 你要 因为世间 其实是很苦 障碍又多 你怪不得别人 你会出生在这个世间 只有两种力量让你 一个叫做业力 一个叫做愿力 有愿力也会来 那么但是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要 要 要 要精进 要努力 但是有智慧 没智慧就差别 凡夫跟众生 最大的差别 在智慧的不一样 凡夫跟众生 一切贤圣皆以 无违法 又有差别 在智慧的差别 凡夫跟凡夫之间 福报的差别不一样 就是凡夫跟凡夫之间 九品上下以福报来分 福报比较大的升天 那天里面福报比较大的 做天王 就这样 然后做人 然后做地狱 依福报来分 那么圣者依智慧来分 出国 二国 三国 七帝 八帝 九帝 等觉 佛依智慧来分 就不一样 那佛都是福报跟智慧 圆满 气势这样 你都福慧两足尊 佛成道的时候 神力如是 就是说 他到底是怎么修行成佛的 那么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么我们要学佛 就要跟他学 他这样做 我们这样做 他这样修 我们这样学 他这样说 我们这样说 就是学 那你说 你说 你要学王羲之 那王羲之 人家是怎么修的 亲切 写完一缸水 对不对 因为一缸水在那边写 你说写你陶坎 陶坎你要搬砖 这个砖头搬到那边 那一样 就是他训练那个耐力 你要学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要去印度之前 背着砖头从这里走到那里 训练角力 久时不回 那走到沙漠里面 走到沙漠里面 唯一的水打破了 他在想要不要回去 没有水会死在沙漠里面 可是一回去可能就回不来 好 您向西方一步死 您用向西方一步死 不向东土一步生 就像我退后一步 我可以活起来 我也不要 我要向前走 学佛会有这种 这种心 那这个其实就是 释迦佛的那种心 一样 所有修道者都是这样 你要有向解脱的那个心 非常强烈 神力 神力基本上就是 他要具足哪一些功德 这些功德都是超越一般人的 不是一般人凡夫 他会放弃 但他不会 就是他具有那些作用 很强大的作用 那你要修道 都要具足这种心 那一般来讲 力里面不外乎是五力 叫做性静念定位 五根五力 就是你修行所要具备的 这些力量 性静念定位 这个是解脱的 那成佛要更大的 好 念佛 那他成佛是为什么 就是要度众生 转法轮 成道之后 他就度众生 那么度人如是 所以慈悲心 又有智慧 最重要的神力是什么 智慧 最重要的神力 是信心念定位 其实就不外乎 信介定位 最重要的 佛法里面最重要的神力 超越防忽的力量 叫做无漏慧 智慧 解脱的智慧 成佛的智慧 这个是最主要的神力 真正的神通 神通力 神力 超越一般凡夫的力量 其实是智慧 那么这些都是正信 精进 正念正定 然后智慧 那这个是从 从解脱来讲 那 他是最主什么样的力量 他才可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你说像那个 无量寿经里面 法战以秋 问这个 四字在王佛 你到底是修什么行 才能这么庄严 他也要这样修 一样的道理 因为他的相 就是代表他的德性 他具有这样的庄严 到底是怎么修来的 那一样 那么真正的神力是智慧 其实不坏物界定位 性进念定位 好 那么念佛成道神 神力如是 那我们念佛 佛你这么有力量 分一些给我 没有 我要跟你学 我也要这样 都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法战比丘 建那个世界王佛 也是这样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告诉我怎么做好不好 其实是这样 像我们一样 哇 你怎么年纪 年纪一大把 还这么年轻 你都是用什么保养的 我也要去买 或者我也要去吃 有没有 一样道理 你要跟着学 跟着做 那么念佛转法轮 那么他有力量的时候 他一定 因为他一开始春花心 他就是因为 不但是自己解脱 也要带着众生解脱的 所以他才努力修行 那么修行成佛之后 就转法轮 度人如是 你如何去影响别人 一开始的时候 出生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那难得是因为 他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 那 度人 那我们现在还没成佛 就应该要度人 就是在能力范围里面 那么不断的 不断的去利益别人 解决别人的痛苦 提升别人的快乐 慈能娱乐 悲人拔可 那重点就在这里 不断的 然后提升别人的正信跟正见 引导别人向正确的地方前进 你影响的人越多 你未来就越有力量 就好像你帮助人 帮助的贫困的人越多 你越来就越 越怎么样 不会落入贫困 你救护的生命越多 你以后受伤害的 受伤害的情况就越少 一样的道理 那你利益人 让更多人有正见有正信 那么你以后 你就容易正见稳固 你以后就能够正见正上 气是这样的 那度人如斯 就是他要怎么样去利益众生 他是怎么样 很善巧的 那么很这个 这个没有疲倦 那么去利益众生 你看他从成道之后 一直到 对吴比丘到最要物猎盘 前几分钟都还在 渡虚把头龙 这中间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从到恒尔两岸 从王舍城到居思纳 这中间 王舍城 那么屁舍离 那么舍未成 然后居思纳 这中间很多 他不断在利益众生 不断在定众生 那我们当然没有像佛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刚开始选 我们就从我们的周遭 可以帮助的人开始 佛也没有办法帮助一切 没有办法 要有缘 那我们说过嘛 一个人要帮助另外一个人 要具足三种原因 一个就是 对方要有善根 第二个就是 你跟那个人要有善缘 第三个就是 他本身要有善缘 要不然很不容易 那这样的话 那你自己本身要有善巧 就是说你度人的人 要有善巧 要有智慧 要有度人的人力 那对方要有善根 他才能够接受 那彼此之间要有善 他接受别人 他不接受你的 因为你没有善 那没有善业 他遇不到你 遇不到佛法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对方之间 就是从这个 你要度的人来吧 他要有善根 他跟你要有善缘 他本身要有善业 那么就度人的人来讲 他最重要 第一个 你要有度他的心 要有慈悲心 要有善心 第二个 你要度他的能力 要有善巧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佛都拒绝了 度人如是 那我们从佛度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 佛到底是怎么度众生的 那么他承认佛就这样 不断的在利益众生 我们要跟佛学习这样 那并不是说 等我成佛了 我来度众生 不是的 他在显菩萨道的时候 就不断在利益众生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即使佛入涅槃了 还怎么样 还在度众生 以法如是 所以佛虽然度 佛虽然度涅槃了 他把众生的一支 得度的是什么 法 留下来 留下来了 所以这个法 这个以法 就是什么 众生是依法得度的 你是说法度众生的 佛也是说法度众生 那么众生听闻佛法之后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然后怎么样 然后得成就的 所以他把可以度众生的法 留下来了 你用意念 佛不在了 你要念的是什么 念的是法 佛在了 你念佛 要念佛所说法 所以叫做如梭修行 如是我闻 后面一定是如梭修行 你看 我常常在讲 一部经典都是这样 这个是如是我闻 我听到 我听到佛是这样讲 然后讲什么 不一定 这中间 这中间可能是人天道 可能是解脱道 可能是菩萨道 这中间就是道理 这中间我们说过 他就是道理道路跟道德 就这三个而已 道理 道路 跟道德 不管什么 不管地藏经 普门品 又诗经 法华经 金刚经 那不是这样 道理 修行的理论跟宗旨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修行的理论 和宗旨 修道的理论 和宗旨 其实是修行 但是这个道 这个道 有所谓的 人天道 解脱道 解脱道 跟什么 菩萨道 人天道 解脱道 菩萨道 那不同的宗旨 不同的理论 人天道 要修五戒十善 要发真上身心 解脱道 要发出离心 要修戒定慧 断坛成痴 菩萨道 要发普提心 要修什么 六度四射 这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道 那我们把这个 后来就变成五称共法 那这个实义 其实就是人天道 解脱道 菩萨道而已 那这个修道的理论 跟宗旨 看你是什么道 每本经讲的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十善业道经 他就讲十善业的 那地藏经就重要的是 你要有那个悲怨 那你让人不夺三二道 重点在这里 道路就是修道的方法 修道的方法 因为没怎么修 比如说 好你要修五戒十善 第一个不杀身 第二个不偷盗 第三个不邪云 第四个不妄语 第五个不云久 那不杀身 那轻重是怎么样 就慢慢慢慢就修 他修行的 修行的什么方法 是第一个要怎么做 第一个要怎么做 比如说菩萨道 六度四射 第一个要方福提心 要怎么方福提心 比如说像金刚经 他就讲 他就讲菩萨道的 那菩萨道有两个 一个是波罗道 一个是方便道 波罗道怎么修 方便道怎么修 那方便道是 正无生法人之后 才修方便道的 那波罗道要怎么修 那一开始六度四射 要怎么修 那他的理论是什么 他的理论就是三心 三心修六度 以大悲心 以大悲心 以普提心 以大悲心 无一无所得心 叫做信空会 修什么 布施 直接 忍入 尽尽 禅定 智慧 那怎么样 以三心 行六度 举例来讲 第一个 布施 第一个要发 菩提心 三男子 三女人 发阿妮 多佬 三个 三菩提心 第一个要怎么修 第一个要发 菩提心 怎么发 若软生 若太生 若私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我皆一定 入乎与虐 反而没读 发菩提心 度一切众生 要发 度一切众生的心 但是不是真人 度一切众生 就是跟你有缘的 他有善根的 那么 你跟他有善缘的 那么他才能得度 不然也没办法 世界上 我没有办法 度一切众生 好 那这个就是他的 宗旨跟理论 他的方法 第一个要 发菩提心 要怎么发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包括软生 胎生 吃生 化生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有想 非无想 那我们也可以讲 若男若女 若非男非女 若四农工商 反正就 若国民党 若民进党 若共产党 不管 反正就是一切众生 那么你可以把人 做分类 那么但是他就是 要利益一切众生 我皆定入 无以涅槃 而灭肚子 让他超越生死 让他不再受任何苦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 好 那菩提心 要怎么修呢 吃地怎么修 那比如说金刚经 布施 第一个修布施 怎么修布施 怎么用三星修布施 要怎么样 不注射身相为处防 要跟信空会相运 而什么 而行布施 你看 他就讲这个道理 你看 所有的经济 地藏经也是 所有的经都讲 修道的理论跟宗旨 修道的方法和赤地 那这个道不一样 然后最后再讲道德 修道的殊胜跟功德 你好好看哦 所以你读经要会读啊 修道的殊胜和功德 然后最后 从如是我闻 清晋善事听闻正法 然后善事可能是舍利佛 可能是穆建年 可能是释迦牟尼佛 可能是阿难 那不管 反正就是如是我闻 那通常是佛 佛地址 佛跟佛地址 那我听到了这样 那么这个道理 然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欢喜信受 依教奉行 有没有 你看所有的经都这样啊 欢喜信受 依教奉行 简单讲究就是什么 如说修行 就像这里讲的 依着这个道理 不管你是要人天 但要解脱到菩萨道 依着这个道理 依着这个宗旨 依着这个赤地方法 那么修行圆满 就得到这个修行的功德 最终生人天 最终得解脱 最终成佛 从七地八地 从初地二地到十地 到等级 从初国二国三国 到阿罗汉 然后升天之后 如果正见正上的时候 那么他不跺三二道 那其实人天道最主要在 让你不跺三二道 那在不跺三二道的情况下 休息 那么剑制怎么样 向上向解脱 第一个先让你向上 不是向恶 向下 然后再提升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学佛就是生命不断在提升的过程 其实就是这样 也可以讲生命不断在进化的过程 那么从他的根本讲 就是智慧不断在提升的过程 烦恼不断在进化的过程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什么 那么以法 所欲有下的法 那这个法 这个法 你看这个是佛跟阿罗说的 那这个法里面要怎么样 最重要是什么 智医子 法医子 不义医子 这个也是佛跟阿罗讲的 要入涅槃了嘛 再不讲没机会讲 最后的隐言 遇嘱都是最重要的 那么智医子 那么佛走了我们要怎么样呢 你其实佛在的时候 你也是依法 你依佛 依佛 你在佛身份也不能得解脱 你用跟着佛说的做才可以啊 智医子 法医子 不义医子 不义医子 不是其他的 唯一的就是医子什么 医子法 自己依法修行 如梭修行 这是最后的嘛 观起心中 依教奉行 最重要就是依教奉行 就是如梭修行 如此而已 你要思念这个啦 这样才是真正叫什么 叫念佛 如果你不是 你就念佛的名字 那佛就让你不剁三二道 不一定 不一定 还要看你的善业 当然你 如果你命中 要剁二道之前 你念佛有没有帮助 有 但帮助到什么程度 就很难说 要看你本身 那么所以 这个是真正念佛 或是一般 一般是念佛的十号也可以 念佛的十号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佛 那么佛 他的十号如来 趁如实之道而来 他那一个名号底下都有他的意义 如来应共 应受人天共养 如来应共 正骗之 骗之一切法 这是一切智者 正骗之 如来应共 正骗之 民行族 善是世间解 无上是 条一帐无天人 佛世尊 我们就不写了 他基本上 他其实是用这个号 来说说他的功德 其实就是万德庄严 那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功德 最主要就是两个 慈悲跟自问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两族就 那这个是所谓的 以明昭德 这个是我们说的念佛 因为大家对念佛的观念 那么有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特别在 婆罗门女说要念佛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观念讲清楚 那其实经 其实他重点也是 整个 其实念佛也是要依法 念佛学佛 学佛依法修行 所有的佛 所有的佛 都是依法修行而成佛 知法见法入法正法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那所以他告诉你这个道理 成了佛之后来告诉你这个道理 那你也跟着修 也跟着成就 这是我们念佛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意义 所以念佛最重要在什么 测发信愿 相信佛有这段的功德 而且我愿意跟佛这样修 这样学 念佛最重要的在测发信愿 因为现在的人念佛 有很大的迷思 总觉得 佛有无上的加持力 你要知道 不管是阿弥陀佛 药师佛 释迦牟尼佛 都是依法修行成佛的 释迦佛并不是念南登佛 也并不是念加瑟佛 弥陀佛未来成佛的时候 也并不是因为念 念加瑟佛 念释迦牟尼佛成佛 都不是的 就算法上比较阿弥陀佛 都不是念释迦在往成佛 释迦在往如来而成佛的 都不是的 他都是因着他的修行法门 如是修 如是学 如是修 如是成就的 知法入法 而正理法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自一指 法一指 那么大部分的人 没有这种观念 认为佛那么努力修行 那么慈悲 我念佛 佛就把他的功德给我 我告诉你 从来佛法没有这么说 他就能够灭我的罪 增加我的福报 去除我的障碍 没有 他都是告诉你方法 是一指 法一指 法是什么 四念处 四正前 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 七觉之八正道 一切修行的法门 那法有两个 一个是真理 一个是正真理的方法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要依这样来讲 也可以讲 他就是中道 八正道跟八度中道 那个真理 不生不灭 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不有不无 不禅不断 那么依着 依着正见 那么正思为正义 正业正命正经经 正念正定 那基本上可以说 一界定位 那阿安经里面是说 一事念处 那其实就是界定位 观身受侵法 其实就是要知道无我 破除无名 那么这个是最重要 就是说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 最主要的是策发信愿 对三宝的正信正见 那重点 那重点三宝里面最主要是法 最主要是法 法是核心 佛跟生 佛是因法而成佛的 觉知这个正法 了解这个成佛的方法 生是学跟着佛 而知法而成就的 解脱的 所以三宝里面最主要是法 但是佛也是说法 佛是说法度众生的 佛是说法度众生 众生依佛所说法 依佛所说 如说修行 而得度托的 他并不是佛加持 放光加持 他得度的 不是的 所以重点都是法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像现在很多人 根本就不了解佛法是什么 他认为一直念佛 佛就会让他得度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所有的事情 等到我往生后再来说 不是这样子的 修行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现在 就是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要修 就是现在要修 就是在这个地方要修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是得不到法的功德 道理跟道路不知道 没有办法莫得到的功德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测发信愿 我们还可以讲 相信 正信正见 三宝的功德 然后发愿 发愿要拥有佛 这样的功德 所以通常 通常都要医院起修 你看无量寿经也这样 发了48大院之后 医院起修 要时间发了12大院之后 医院起修 医院 医你所发的愿 然后修行 比如说金刚钉 一开始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愿 菩提愿 若软身 若胎身 若受身 若化身 若有射 若无射 若有想 若无想 我皆一定 若无以内 旁的密度之好 那我现在问你 你要怎么样 让一切众生 都因你得度 你要请我 对不对 不然你要怎么样 让一切众生 因你得度 不然你最多 等觉菩萨 也度不了等觉菩萨 你不能包含一切众生 所以你必须要成佛 好 那要怎么成佛 从布施开始修 那布施要怎么样 才能够跟佛最近 要有信空位 无所得心 那什么叫无所得心 不住射身相畏处法 有没有 他就是这样修啊 那怎么不住射身相畏处法 就是我布施的时候 不执着 我是能布施的 我所布施的是谁 我布施了多少 不执着这些 那这样就渐渐 跟无我相应 跟无我相应 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无所得 才能有信空位 那有信空位 你自己提升 你才能提升别人 你才不会因为 你造了善业后悔 或是你不甘愿 这个人本来跟你好 早知道就不要帮他 你绝对不会有这种观念 你不会有说 你刚开始帮他是很好 后来发现他不对 早知道我就不帮他 不会有这种心 男人的心是有所得的心 那你 但是一开始 我们做不到这些 所以要练习 练习 其实他修习的道理 跟你讲得很清楚 其实很多经理 这常经也有 但是一般我们读经 就只是读 我们的错误观念在认为 念佛就只是口念 读经就只是 从头到尾把它读清楚 不要漏掉一个字 不要念错一个字 这样就功德圆满 没有不是啊 你刚开门都还没跨进去啊 你只是门打开而已 还没有还没有 你还要登堂入室 然后要坐上法堂 那么你才成就啊 那我们的误会就是 大概从明清以来 基本上修行就变成 念佛诵经持座拜佛拜灿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只是什么 身因佛事 都只是仪式跟什么 行事 我就说嘛 现在的佛法变成一招两招嘛 花招特多 然后仪式跟行事 特别复杂 然后送完了 之后感到什么 没有 之后 亦复如是 烦恼依然烦恼 忧苦依然忧苦 只是在诵经的时候 感觉殊胜 如此而已 那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事情 好 那现在是讲到念佛 我们再来看 所以你说 端坐思维 无知名号 即当之母 所生去处 好 你回去 你回去 好好的 做着 思维 绝华定 自在往如来 的名号 那绝华 定自在 当然绝华 基本上就是会 那定 基本上 成佛解脱 一定 就是一切 闲宪皆以无法 一定要有定跟会 那再简单来讲 就是 完整的来讲 一定要有戒定会 性戒定会 那么你 思维 我的名号 就当之母 所生去处 那这个是 就后来的众生来讲 基本上 以名号 来收射这个功德 这个时候 婆罗门女 寻礼佛 那么他听完了之后 他就开始礼佛 那么礼完佛之后 就回到他自己的家 那么 以意念母亲的缘故 那么 为什么要 意念母亲呢 通常是这样 母亲跟我们的姻缘 都比较深 所以七周原始的话 也是从旧度母亲开始 那么 地藏间 基本上是 以要旧度母亲 出地狱 那么你要 比如说金刚经讲 若卵生 若胎生 若世生 若华生 若有色 若有色 若有想 若想 我皆进入 无以虐反 而非肚子 你要度一切众生 那么 做苦的众生 跟你最有缘的 你最想度他的 基本上 就是母亲 所以 你要修 慈悲心 要从你 救度你的母亲 开始修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地藏间 其实是 发菩提心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方便 就是 就像你的母亲 堕入地狱一样 正在受苦 那你又非常爱你的母亲 非常思念你的母亲 你心心念念 要把他救度出来一样 所以你看 他后来不是 不但他的母亲 脱离地狱 一切在地狱的人 都可以脱离 是不是这样 那并不是说 他念火了之后 顺带把其他 都救出来了 没有 而是说 他这个心要扩大 从他 要度母亲 出地狱的心 扩大成 扩大成 让一切在地狱的人 都能够出地狱 然后再扩大什么 让一切在轮回的人 都不轮回 所以你看 最初他发愿是 只要他 只要有一个人 还在生死 他就不成果 并不是在地狱 还在生死 因为你只要轮回 你就有度地狱的可能 其实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是 发菩提心的方便 就像你 一个一切的人 都曾经是 你的母亲一样 那你要把一切的人 都代理地狱 代理轮回 是这样的心 可是一个 很善巧的方便 用婆罗门女 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度他母亲的方法 让你跟着学 那个我的母亲 这一切 一切众生 曾经都做过 我的母亲 假设这样想 那么我希望 这一切的人 你说我只度 今生的母亲 不是吧 对对 你过去生的母亲 对你也很好 他未来又可做 你的母亲 类似像这样 我要让他脱离 一切的地狱的苦难 不只是地狱的苦难 一切轮回的苦 我都要让他 不再受苦 其实这是一个 极散巧发 土地心的法 我们等一下看 他说 那个你只要 是我的名号 你就知道 母亲所生的去处 那么我们来说到 这个 有没有佛 释迦佛的时代 其实就有很多人 父母往生了 然后他就问佛 有时候佛自己会讲 会受气 这个人生到哪里 那有时候他会去问 像我的父亲这样修 我的母亲这样修 那么他们是生到哪里 也有很多 这个在阿安经很常见 就受气 受气这个佛弟子 那么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有受气 只有一种人 没有办法知道他去哪里 哪一种人 正阿罗汉的 没有去哪里的问题 那只要还没正阿罗汉 就还有伦迴 有伦迴就有个去处 那正阿罗汉 没有去哪里的问题 除了正阿罗汉 没有办法说他去哪里之外 像 非常有名的入住幽婆语 就是说 在佛时代基本上 这种事情就很多 其他的六四外道都没有 其他的 六四外道都没有记说 他的弟子 不管是在家出家弟子 死后到哪里去 但是佛就有 非常有名的入住幽婆语 入住幽婆语 他的叔父叫做黎斯达多 他的父亲叫做布兰娜 他的叔叔跟他的父亲 这两个是兄弟嘛 叔叔就是弟弟嘛 他父亲是哥哥兄弟 他的父亲叫做布兰娜 他的叔叔叫做黎斯达多 那后来这两个人同时往生 但是他的父亲修犯恨 他的叔叔不修犯恨 修犯恨就是黎武裕有 黎武裕 不唱歌 不跳舞 不谈饮食 没有淫律 都没有 他的叔叔有 不修犯恨 但是他自重智慧 智慧高 他这个是持戒殊胜 他这个是持戒殊胜 持戒殊胜 反正他这个是智慧殊胜 他们两个同时往生 都是 这个都是国王的大臣 那么他是智慧胜 他两个人往生的时候 那么这个入住友朋友就去问 那么他这个佛说 佛说这两个人 差不多同时往生 他的女儿就很想知道 就去问佛 佛就跟他讲 你爸爸跟你叔叔 同时生到道立天 都挣三果 挣恶果 挣恶果 他们都挣恶果 同时挣恶果 两个人都挣恶果 都生到道立天 基本上佛师太 不止这个 还有很多个 像这个 有一些是 比如说提伯大多 有一个弟子 叫瞿 瞿家里 他经常毁谤舍利弗 那后来 这个佛看见了 就说他七天后会堕地 后来就真的堕地 他是生到多阴 就是佛会讲 这个人可能生到哪里 可能生到哪里 那就是这种事情 在阿安经里面很常见 那当这个就引发 阿安经里面这个就引发问题 他的女儿就很不解说 佛说的话怎么能 就是叫我怎么样去相信 我的叔叔 持戒殊胜修犯恨 挣恶果身 刀立天 我的父亲 我的叔叔也不修犯恨 他也生恶果 修到刀立天 那这样 你也活得怎么说 佛头就说 你不可以这样看 因为你的叔叔是 智慧比较殊胜 如果你的叔叔也修犯恨 他就不只是恶果 他会比你的父亲更高 如果你的父亲的智慧 有跟你叔叔一样 他也不会只是恶果 所以 所以你不能 单单用戒来看 你戒定位各个有不同的 但是他的力量刚好 让他们两个都生到 生到什么 就好像做人 也有智慧比较高 也有福报比较多的 有的人修布施 有的人不修布施 他就不一样 但是同时做人 那你说他修犯恨 怎么也是恶果 生刀立天 他不修犯恨 他不修犯恨 但是他智慧高 那所以像这种 我们看他说 这个父母或是谁 生到哪里去 在佛陀时代 就常常有人这样去问佛 其实有的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 婆罗门女 礼佛完就回到她的房间 以异母过 异念 因为异母 她就是要 异念她的母亲 她很希望能够看到 知道她母亲去到哪里 所以 她就 她就因着 绝华定志在往如来 教她的 念绝华定志在往如来 的名号 那么是怎么样 那么想知道 她母亲生到哪里 这样一天一夜 就这样念一天一夜 那基本上要 达到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说若一日 若若七日 那她如果专注的话 那么一日 她就可以进入 所谓的三昧的境界 那三昧的境界 基本上 要看情况 她自己就会知道 所以像有些 你要有定的话 引发神通 你也会见到 有天眼通 有宿命通 那天眼通 基本上就可以见到 但这个 能不能讲是 这个佛的加持 让她知道的 那么应该是说 佛用她 用这个方法 那么让她 心里面所意念 所想要的东西 那么她可以知道 一佛念佛 假设你想要见佛 一佛念佛 当来现前 必定见佛 如母一子 你看 大师这如撒念佛 你当时讲 如母一子 如子一如 母若 子若一母 如母一子 子母立身 不相为远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下课了是吗 我们先下课 残林第三期工程 圣意楼 包含 讲行 大辽 斋堂 居士寮 即将动 他将会成为 法师 在家居士 及善心人士 清静的修行之地 残林建设经费 仍需大众 康怀解脑 随喜功德